关于麦克风的录制 在右下角这边有一个图形 选择混音器 然后选择喇叭 看一下你的喇叭是不是有声音 先确认一下 那系统音效里面 你要检查麦克风 录制里面 麦克风这边有没有打勾 有的话请你确认一下 麦克风的音量 这边的音量你确认一下 有时候需要做争议 确定它有声音 按下确定 这样子你的麦克风确认可以用 如果是麦克风可以用的时候 在所有层次附属应用层次 里面有一个录音机 那时候你可以透过录音机来录音 录到的声音 可以存成WMA这个档 可以WMA的这个档 我放在桌面上 这边就有一个WMA的 这个时候你可以透过播放程式来播 来录音 录到的声音 你会听得到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录的声音 确定可以录音之后 在Squatch 2里面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择 使用录音机来录音 那怎么录音呢 在音效里面 请你选择麦克风 好这里按下录音 这是我的声音 这是我的声音 按停止 这边就有声音 看得到这个音波蛮小的 这边会有一个音量钮 会有一个音量钮 这样子你至少可以录得到声音 如果麦克风声音不够大声 那你就必须把麦克风声音再往上调 这样子Squatch 2就可以录音了